今年福倫社與在地企業 紅樹林有線電視共同合作 在19號當天舉辦了捐血活動 吸引了許多民眾前來捐出熱血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現在就透過畫面帶您一起來看看 水堆派出所前相當熱鬧 9月份的捐血活動 每年都是由福倫社來主辦 而在地的淡海福倫社 淡水福倫社也邀請台北市百城福倫社 一起來共襄盛舉 大家犧牲假日來當志工 也吸引了許多民眾 玩起衣袖一起來捐出熱血 淡水社還有淡海社 然後百城社 我們三社在這一次的 每年的9月9號 都是我們淡海淡水 還有百城 我們聯合的捐血活動 我們是為了響應 我們大家的熱心的捐血 然後救人一命 希望大家各界踴躍 感謝的來參與我們這個活動 謝謝 那今天也非常感謝 洪樹林有線電視來這邊幫我們負責帳篷 負責很多工作 非常感謝他們 這個是一個社區活動的典範 希望能夠結合在地的單位跟 負負責一起來辦這個捐血活動 我們這一次就是每一年的9月19號 都是固定的活動 希望大家捲起你的袖子 然後來幫助我們其他的人 針對捐血的部分 能夠讓我們的學庫能夠充滿愛心 而除了民間社團成員做愛心不遺餘力之外 在地企業洪樹林有線電視也一起響應這個月的捐血活動 除了派出志工也特地開出數位小巴 希望能夠讓民眾在等待之餘 也能夠來了解政府的數位電視政策 以及體驗全新的數位有線電視服務 本公司很榮幸能夠應符輪社的邀請來參加這次的捐血活動 希望能夠善盡社會責任來響應更多民眾的愛心 然後現場有我們的數位小巴 來借此推廣未來的數位化服務 希望民眾有任何本公司服務的地方 可以來這裡做申請 捐血一帶救人一命 一整天的活動也吸引了許多民眾熱情響應 三個符輪社結合企業希望能夠凝聚在地的力量 一起來做公益 也希望藉由這樣的活動發揮泡磷域的作用 喚起社會更多的愛心 記得陳柏惟淡水採訪報導